长者第二季的话 AZ的部分 我想在我们的1922的第八起的时候 就已经有部分失导了 那我们总共在 长者的第二季需要失导的 在7月3号之前 总共有6500 将近80几人了 那他们本身自己上1922去预约的 大概50% 所以我们这个同龄非常的辛苦 把这个1922里面的 这些长者的名单找出来 再把我们之前的 这个6000多人找出来 逐一比对 那比对之后呢 发现到说还有3284人 那他是没有 这个去1922预约的 那所以我们就 这个分乡镇 分村分里 然后将这些 这个所谓的长者的 这个接种通知单 由我们的村里长 村里干事 然后送到我们的 这个我们长者的手上 那也从今天开始 那我们在花莲 在这个各县市 各乡镇市都有所谓 施打的地点 那在花莲的话 我们的规划就是 一村一里 一个诊所来协助 让我们长者能够在 最近的家里的附近 能够找到施打点 而不用再像第一次一样 那跑得很远的地方 也很辛苦 所以莫德纳的部分 那我们也在 就是75岁以上 跟65岁以上的原住民 那这总共的人数 大概也将近有9800多人 那这个部分呢 那我们因为这时候 刚好是AZ BNT 还有高端 三种疫苗齐发的时候 那我想在医疗院所 整体来讲 它其实是压力的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 那我们为了避免 那会产生造成一些混打的 或是施打 这个不正确的 错误的一个情况出现 所以呢 我们对于 长者的莫德纳的部分 第二季 我们是利用施打站的方式 所以会在 花莲市 在中华国小 在中原国小 跟花莲高中 吉安的话是在我们的 花莲国中 跟我们的吉安国小 这边在设站 然后帮我们的长者 来做莫德纳的施打 不过在这边提醒 那我们长者 第二季的莫德纳施打 它的反应 其实真的会比第一季更强 所以长者在施打之后 一定要注意 多喝水 多休息 那有任何的不舒服 赶快送医院 感谢 感谢